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讲述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马总统懂不懂功后技巧 他做的好不好 这部分其实国人有公平 但轮不着外国人来我们这边说三道四的啦 这是一点啦 第二点喔 说三道四也就算了啦 还是跑到我们的国家里面来这样讲 是把我们当做什么 所以我们是正业党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我觉得站在国家的立场是显有不当 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一定有机会跟他们有某种程度的业务上的沟通往来 请他们的会长多注意一下沟通技巧 跟他讲说如果他不懂的沟通技巧 你也可以当他家教 可不可以 我们用适当的方式来跟他沟通 适当的方式跟他沟通沟通吧 好 第二个问题 所以缅甸的政情改变了 这个军政府的这个态度也有所不同 那么对于这个翁山苏基 这个他现在就是说 他也在开始做 因为他现在虽然是一个国会议员 但是事实上他这个 他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以及他的影响力是远高于一位国会议员 那么对于这部分 我先不提说是不是邀访翁山苏基 我们也不必在这个当下去凑这个热闹 但这个对于缅甸 这个国家 您考不考虑外交部考不考虑 是研议 就是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么样子的这个 这个独裁专制了 那么考不考虑 积极再去寻求社畜的可能 尤其这个国家实际上 事实上是很多 不管是台商也好 或是外商也好 开始去投资了 缅甸的人口有五千多万人 那么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在这个翁山苏基 还没有赢得大选 赢得选举之前 他早就赢得选举 只是没有 只是被人家软禁起来 事实上外交部早就在注意这个国家 而且在过去我们也都派人进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了解 甚至于去了解实际的情况 是 那么在最近的这个整个缅甸的局面转变之后呢 我们也正在密切的掌握这个机会 我也不瞒您说 我们还是有人 积极在 对的 是的 我们在至于你刚刚考虑的这个社畜的部分也在我们的评估里头 嗯 不管社畜与否 但是就是总是加强这个两国间的这个往来 这一直在我们的评估 而且我们已经采取行动 以前当然我们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观念 缅甸是亲共的很亲共了 然后他 他可是他为了国家整个战略利益的考量 虽然 这个铁路 也在中国到缅甸的这个铁路 经过泰国是怎样的 这部分也是在研议中 甚至有一部分的路段 已经开始构功新竹了 但是 坦白讲 缅甸也习惯去打这个部分 其他不同国家的牌 他们外交的策略也更灵活 但我们不强调说 一定是外交关系 事实上现阶段也不可能 但是在经贸代表 经贸关系的促进 我觉得其实外交部是可以帮忙 帮忙一下 尤其 我们现在 缅甸的资讯都还 缅甸的这个部分 都还在 有铁泰代表处来 监领 那这个部分 毕竟是有点隔靴搔痒 很多台商去寻求 这缅甸的投资机会干什么 还要透过铁泰代表处 那得到的资讯都间接的 也没有办法铁泰代表处的人员 直接跟缅甸官方有密切的 进一步的 这个接触 那这部分对于 这个 两国关系 包括商业机会的关系的促进 都比较慢 还是希望说你们更积极 我们会积极处理 好不好 谢谢